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一次扫雷作业中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别浪费 愿你懂得珍惜当下 未来不复此生 希望这些话能够在你的心里面 或者在你的脑海里面有一些回答 在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正在进行康复治疗的杜伏国 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练习朗诵 虽然他失去了双手和双眼 虽然在他的世界里看不到阳光 但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情 对他来说生命会变得更有意义 我想依赖自己的身影 讲讲更多有意义的故事 讲讲战友的故事 2015年 杜伏国主动申请参加中越边境扫雷任务 在与死神的较量中 一干就是三年 身处生死雷场 危险无处不在 2018年10月11日的一次排雷任务中 杜伏国被一枚突然爆炸的加重手榴弹 炸成重伤 他负伤前对战友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你退后 让我来 第一次踏上内场 就是踏着队长教导人的脚印 进入内场 然后他叫我们怎么样去排除地雷 他们身险失足 而且就是一个观众的传途 每到遇到危险他们都会挺身而出 如今 再次踏上杜伏国曾战斗过的云南玛丽坡县老山雷场 虽然所有的爆炸物都已排除 但扫雷作业时开辟的大大小小通道 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当时紧张的气氛 在云南的热带雨林里 我们穿着扫雷防护服 没有上山已经是一身汗了 这个扫雷防护服的全重是15公斤 我们扫雷官兵每天都要穿着这样的防护服进入雷场 完成一天的工作 杜伏国受伤时就是穿着这样的防护服 即便是如此厚重的防护服 仍然不能完全抵挡爆炸时巨大的威力 这就是他这个当时防护服上的一些弹片 找出来 对 就是从防护服里面 像这些部位 这些弹片 那个最大的 有大的指甲盖这么大 小的很小 都是炸碎了的当时弹片 云南边境雷场 山高坡斗 机械作业无法展开 很多爆炸物都需要人工排除 三年间 扫雷大队已排除了近二十万发各类爆炸物 仅杜伏国一人 排除的地雷级爆炸物就在两千四百多枚 这些数字背后 是扫雷官兵背负在自己身上的危险概率 但他们却总把让我来挂在嘴边 大家都有这种习惯 反正是我感觉我的技能比你好 你发现了危险 我就会说你让开点 我来 刘湯 是 我来 可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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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入了党之后 直接就是命令 以退后让我来 过硬的排雷技能 让杜富国成为了扫雷大队最早发展的一批党员 杜富国也深知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对于一名扫雷战士意味着什么 以前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要么队长上 要么肯定让干部上 要么就肯定让党员骨干上 让能力强的人上 我入党是为了敢于挑担子 敢于担子 把最危险的任务 坚决的任务交给我 我想去完成更多 做更多的事 做更多的事情 完成更艰巨的任务 杜富国和他的战友们 从踏入雷场的那一刻起 就做好了为使命献身的准备 大家也都知道 不敢不越雷 为了扫除边疆雷患 杜富国和他的战友主动请站而来 在生与死的选择中 他们喊出了 你退后 让我来 这就看似非常简单 平凡的一句话 其实他蕴含的不仅有忠诚 有血性 有担当 也有自信自觉 他是新时代格勇军人 应该具备的好样子 也是新时代我们奔跑追梦 应该具备的一种力量 扫雷英雄杜富国 为人民扫除雷患 会占有血洒雷场的壮举 如一声惊雷 震撼人的灵魂 他用残缺右臂敬礼的画面 印刻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里 在危急关头 杜富国主动挺身而出 叫想 让我来 这坑墙有力的三个字 有责任 有血性 有担当 我们正处在向世界一流军队迈进的征途上 改革也已进入攻坚期 只要我们每个人在关键时刻都能叫想 让我来 面对险滩壁垒 迈开步子打头阵 面对千斤重担 甩开膀子往前冲 这样我们就一定能把困难踩在脚下 把梦想变为现实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 广泛组织开展 《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 要紧紧围绕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伟大民族精神 在全国城乡 广泛开展行事多样 内容丰富的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着重增强仪式感 参与感 现代感 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 充分宣传展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光辉历程 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突出宣传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 发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 激励和动员全党 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立足本职岗位做贡献 把爱国奋斗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屑奋斗 通知还就广泛开展 各类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提出一些具体要求 通知还同时发布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宣传标语口号 供各地区各部门选用 西藏军区某合成旅装甲分队 近日从雪域高原远程机动 来到宛东某综合训练场 展开多科目连贯靠河 检验官兵的综合集战术 从雪域高远到宛东丘陵 庄甲分队跨越4400米的海拔高差 经历了一周的摩托化行军和铁路输送 抵达预定地域后 官兵们来不及修正 便迅速投入到了训练考核中 单兵卧制 跪制 眼底构筑 李伟招 现在开始 警察跟我来 单兵站入素颜考核 主要检验官兵 构筑攻势 速赢警戒等野战生存能力 在观察报支科目中 单兵借助直北针望远静能器材 在一分钟内完成三个目标的 性质 方位和距离的判读 专业技能考核中 庄甲驾驶员要在五公里的路程上 越过八个障碍 除常规障碍外 围场通路 直角限制路 车折桥也纳入考核范围 通过车折桥对很多驾驶员来说 都是一个难点 我们在桥面上 设置一些不规则的碎石块 车辆行进时 稍有偏离就会滑下桥面 这样更能检验 复杂环境下装甲驾驶水平 全程中意 装甲弹 右前方 离场上 先变 炮掌的专业能力 也是此次考核的重点 车掌通报目标后 炮掌要迅速搜索目标 装填弹药 对一千五百米外的 三处不同距离的目标 实施活力打击 而后操作机枪 对六百米外把镖进行射击 考核组对整个过程 计时量化 装甲兵强调的是 先敌开火 首发命中 那我们给炮掌定的目标 就是十秒之内 做到装填 瞄准 激发 命中 通过这种反复训练考核 不断提高他们 设计的速度与精度 空军空降兵某旅 近日展开重装定点空投训练 车练部队快速精准的 空投保障能力 预备某机场 官兵们正在紧张进行 空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如何将重达数吨的物资 快速装载上机 直接影响着部队出动的速度 遥控装载平台的投入使用 使得物资装载时间 缩短了近一半 遥控装载平台 具有操作便捷 安全 高效等特点 稍微培训一下 即可上手操作 使得训练和装机时间 有效缩短 清晨满载重型装备的 数架战机依此升空 进入预定空以后 定点空投随即整体 巨大的散发挂载重型装备 精准降落到空投地点 此次空投 这个旅加大地面引导 空地配合 气象侧暴等协同训练强度 检验了部队在复杂气候条件下 快速定点空投保障能力 陆军工程骑兵2019比武竞赛 日前在陆军工程大学举行 来自陆军各支工程兵部队的参赛队员 围绕近百个客户展开角逐 检验专业技能运用和整体作战当力 在门桥槽渡项目中 参赛队员迅速完成门桥架设 和车辆装载任务 随后操作手使用旗羽指挥气艇杜送门桥 依次通过线宽S型直角转向等障碍区 我们门桥潮渡客目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把风向和水的流速充分考虑在内 通过旗羽和哨音的不坚弹指挥 对航行的路线进行预判 确保顺利通过障碍 地雷爆破项目比武 包括人工布雷 混合雷厂收牌 拆除爆破等十个客目 参赛队员在规定时间内 对随机设置的多种爆炸物进行排除 在刚才的作业中 由于干扰物设置较多 我们视野受限 同时队员之间无法沟通 这对我们专业技术和判断能力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次比武竞赛 一部分新装备首次亮相赛场 人员装备能否高效融合 也是比赛考核的一项重点内容 我们这次根据新装备的特点 设置考核内容 突出实战化训练 突出效果评估 以促进新装备 尽快形成战斗力 这次比武竞赛将技能型操作 改为任务驱动式的综合能力比拼 加快推动工程兵 由保障兵种向战斗兵种转变 通过这次比武竞赛 为陆军工程兵各部队 提供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 查找训练中的胆板弱像 不断推动工程兵部队 时尚化训练 迈向更高水平 今天是第29次全国助餐日 今年的主题是自强脱贫 助餐共享 各部队官兵积极开展 服餐助餐活动 为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温暖 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育英院 由解放军第910医院 派出的专家医疗队 正在为孩子们进行健康检查 手把手指导义工 帮助孩子们做康复训练 对这里的特殊儿童 进行了康复评估和筛查 下一步 我们将对这些特殊儿童 进行一对一的训练 让他们早日康复 近日西藏军区总医院 为纯恶劣患者 开展免费治疗 来自驱水县的四人尼玛 就是其中的一位患者 由于从小患有纯恶劣 他一直对生活缺乏信心 在家人的鼓励下 四人尼玛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 接受手术治疗 我一个从小就纯恶劣 出生就这样 就这个原因没上过学 怕别人笑话 军区总医院免费做 纯恶劣手术 就像他生活里面 打开了一个幸福之门 也感谢军区总医院的 医护人员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湖南省永州市 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 也见到了他们 日思夜想的兵格里 几天前 学校的三名学生 不小心走失 武警永州支队官兵发行后 把孩子们安全送回了学校 今天官兵把孩子们 接到军营 带领他们感受军营生活 陪孩子们度过难忘的一天 看他们的表演 看他们能够保护国家和人民安全 就很自豪 学习以后努力了 自己是农亚人也自强了 在河北张家口 宁夏石嘴山等地 部队官兵走出军营 来到驻地贫困村庄 和残疾人家中 把关心和温暖 送到驻地群众身边 中国第六批赋马里维和部队 圆满完成联合国赋予的维和任务 第一梯队205名维和官兵 与今天回国归见 第六批赋马里维和部队 由第八十集团军和解放军 第969医院抽足而成 与去年5月 飞赋马里加欧任务区 执行维和任务 先后圆满完成 联马团赋予的处置突发事件 建设维和营区 提供医疗援助等任务 395名维和官兵 全部被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按照计划 第二梯队的190名维和官兵 将于5月26号呈专机回国 经经济人防跨区联合支援 通信演练日前在张家口举行 演练历时7天 跨区行程700多公里 围绕跨区联合支援 指挥网络建立 洞中伴随保障 突发情况处置等科目展开 经经济三地150多名 人防通信人员 20多辆指挥保障车参演 全面提升经经济地区 人防信息保障能力 近日在湖南宁远和河南一川等地 当地人武部门组织民兵 围绕防汛救灾 森林灭火等内容进行演练 提升民兵综合素质和应急反应能力 新疆军区近日联合当地政府部门 举办军地联谊活动 来自驻屋部队和当地教育系统的 200多名军地青年 通过才艺展示 游戏互动等环节 沟通交流 增进了解 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19号凌晨 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拜尔 近期召开记者会 就近期海湾地区局势和热点问题表态 证实沙特已经同意美国 重新在其境内部署美军 在谈到近期海湾局势时 朱拜尔延续了此前沙特对伊朗的强硬表态 谴责伊朗支持野能胡塞武装 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 并指责伊朗与沙特邮轮 在阿联酋复查伊拉港附近海域 遇袭事件有关 朱拜尔强调 沙特不希望战争发生 但如果伊朗持续开展对沙特的敌对行为 沙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 在被问及沙特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 是否持同一态度时 朱拜尔表示 包括沙特在内的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 均以同一美国在各国境内 以及波斯湾海域部署军事力量 以应对可能来自伊朗的威胁 海湾战争期间 沙特曾出于私身安全考虑 允许美国在境内驻军 伊拉克战争结束 大部分美军已撤离沙特 但目前美国在海湾地区的 巴林 卡塔尔和伊拉克等国 仍部署有军事基地 其中位于卡塔尔的乌戴德军事基地 是美国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 18号 巴林外交部发布安全警示称 鉴于不稳定的地区环境 以及潜在的威胁 巴林公民近期不要前往伊朗和伊拉克 已经在这两个国家的巴林公民 应尽快撤离 巴林位于波斯湾西南部 被认为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 重要盟国之一 2016年年初 巴林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两国至今没有辅交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1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伊朗与美国之间不会爆发战争 因为伊朗不愿开战 但他同时也警告 其他国家不要幻想能挑衅伊朗 扎里夫还指出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强调不愿发生战争 但特朗普周围的一些人可能会找借口 将美国推向战争 扎里夫此前就曾多次指责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等鹰派人物 又到特朗普向伊朗宣战 18号 俄罗斯海军四大舰队之一的波罗的海舰队 举行多种活动 纪念舰队组建316周年 俄罗斯西部飞地加里宁格勒州 是波罗的海舰队基地所在地 当天波罗的海舰队 在加里宁格勒州附近水域 举行军演 正在波罗的海搜寻追踪 敌军潜艇战机的俄军战舰和直升机 也参与到当天的演习中来 同一天 波罗的海舰队的官兵们 还通过军事比武 装备展示等活动 纪念舰队组建316周年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面临外来军事政治压力日益增大 俄罗斯政府深入推进重振海军的大规模计划 包括波罗的海舰队在内的俄罗斯海军四大舰队 陆续接收新型舰艇和武器装备 17号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披露了一份进化武组织专家的内部报告 报告称通过对两处所谓杜马镇化武袭击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化武袭击中使用的装有有毒物质的容器 很有可能是武装分子放置到现场 而不是所谓的叙利亚政府军从空中投掷的 但这些内容当时并未加入到进化武组织最终报告中 2018年4月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杜马镇发生所谓化武袭击事件 今年3月 进化武组织发布了对该事件调查的最终报告 报告未确认化学武器的使用方 但是指出当时杜马镇发生了化武袭击事件 这份报告随即遭到了叙利亚政府的反对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想要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请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明天通一时间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